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蛋谷 程先生各位好 我的案子就是 我女儿是七十多 现在上小二的 她的门牙都脱了两只 右手边的那只差不多脱了一年 左手边的那只一个多多 我想知道脱了一年 都没生出来是不是正常的 有些朋友说可能是欠盖 上网查过 就说各项齿没生出来 有些人还说 建议他照顾压床 我想知道 现在应该怎么做 是等他生出来 还是要带他去看医生查查 就知道了 看医生我们的基层 压力比较大 对了 我想之前都说 看牙科 整天都没有排到 我想看看你们有没有 好的建议 谢谢 谢谢 7岁小朋友 有张照片 有张照片 你看到 其实这个案件 首先澄清一件事 缺帘真的不关事 不关事 缺帘 癌不好 其实跟钙质没太大关系 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 对不起 我在这里想打财一句 各位健康蛋观众 很多时候 我做了四年健康蛋 我其实听了很多次 大家说 我就是这样的 有些朋友说 有人说 我听过谁说 我觉得 我不是要卖广告 其实健康蛋 过去四年 我们做了二千条片 老实说 从头发到脚趾甲 我们也有 而你真的可以找到一些 真的专业的医生 去告诉你 大家尝试不要去听别人说 好 我想这样说 不要听别人说 你问我 因为我不懂 所以我会帮你找医生 好 不是关于盖事 不关于盖事 他刚才说了一个点 比较特别 他说一只牙脱了年纪 另一只才脱了 一只牙齿早提早了 我们正常人换牙的时候 你的牙齿脱了 其实你脱了一只大人牙齿 其实是在下面跟着走出来 如果他提早脱了 很多时候 他口就会关上 即是封了 是的 所以在那些案件 就不能出现 会迟些 迟些 尝尝也会出现 好 可以啊 对 所以他这个小孩 大概七岁 他可能是因为这样 迟了 是的 如果你说 如果那小孩 现在八岁九岁 我会关心一点 但如果七岁 和看他的照片 都勉强见到两个印 他这个案件 真的可以再等久一点 例如你去到八岁 也见不到 那就带他去照片 是一张X光片 是 看看究竟有没有 能支持他 如果没有 其实他会出的 李先生 希望可以解答到这个问题 好 待李先生 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接下来 还有一些留言 关于牙齿 既然找到牙科专科 陈浩尔医医生 我又不客气 我将各位留意 也请问陈医生 ABR2774 他说牙周病可不可以直牙 是 他两条都类近 下面也有牙周病 可以一起打 牙周病是我们脱牙最常见的原因 即牙鬆了便脱了 反过来很多人都说牙周病 种完牙会不会脱出来呢 的确是增加你种完牙脱出来的风险 但没有牙又吃不到东西 其实我们有一个原则 如果病人有牙周病 比如香港医生 我们会认为 尽量以最小的数目 去回复他咀嚼的功能 我们便停留 例如你最后一只牙没有了 而你有牙周病 便建议你 如果你清洁得不好 便不要直 即我们会帮你 根据你的年纪 你的病历 你的身体状况 大概估算一下 你需要多少牙齿吃东西 可能做到那个位置 我们便停留 不一定说你每脱一只 便做一只 还有牙周病做植牙或种牙 最重要的设计方便清洁 你要看看病人可不可以清洁 如果我们种牙植牙的位置 如果它不能清洁 又会脱出来 所以是要special catering 为何它不能清洁 其实牙周病 牙肉收缩了 其实会有很多空隙疙瘩 亦有些病人太入 牙齿拆不了 牙齿拆不了 你强行种植牙 给它 头一两年是相安无事 但到后期它发现 硬是捞不了 那里会藏食 有細菌 发现植牙如何脱出来 这是很奇怪 我拆牙 我听过拆不了内面 但我拆到喉咙 理论上没有理由拆不了最后的牙齿 这个疑问很多人都有 原来我们牙齿拆不了的位置 因为牙齿不只是一条圆柱形 而是一个圆形 其实它有很多凹凸的位置 甚至牙腿的牙肉是开叉的 像树根一样 在表面拆几下 可能拆不了内面分叉的位置 导致那位置一直发现 所以牙齿拆牙区域 大部份在最后的大牙位置 根本上拆不了 根本上拆不了 所以牙肉收缩 我们建议如果可以不弄那些位置 就不要弄那些位置 好 谢谢 LOKYY618 今年62岁 发觉牙齿越来越疏 如何处理牙齿 牙齿是会牙齿吗? 会的 其实我们每天都遇到很多患者 关注牙肉收缩座 这里我想说 有一个正常的概念 就是我们人年纪增长 就算你没有任何癌 周病或者没有任何牙齿问题 其实你的牙齿都会越来越疏 视乎有多严重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疏没有发炎 没有疼 没有流血 如果牙齿是很硬的 牙齿是很硬的 其实保持清潔就可以了 如果它不是62岁 今年是22岁 牙齿很疏 这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 或者你本身是有 除了疏以外 你有发炎 有疏以外 会有疏以外 会流血 或者每次虚拗牙齿 虚拗牙齿都会痛 或者你会看到症 不能动 即是证明你有牙齿病 所以要去处理 LOKYY618 你要知道自己 虽然牙齿疏 但仍然咬得牛肉咬得很疏 不痛不流血 那就没事了 最好是查一查 Kaitant 你们的名字不太懂 如果小朋友的牙齿反合 需要矫正吗? 几岁比较好 如果不矫正 会对成长有影响吗? 这个问题超好 我经常想找个地方回答这个问题 反合即是我们俗称地包天 即是刀琴牙 正常我们的牙齿是上面吸着下颜 反合来说有两个原因令到它反合 一是我们上面的牙齿发育得不好 正常在前面 但发育得不好 它会缩在后面 第二种情况是下颜发育得太好 即是发育得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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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鞋抽面 这两个是极端的做法 如果你是上颜发育得不好 缩在后面 其实要尽早治疗 在七岁至八岁 我们已经可能要带一些矿工器 即是将牙齿找个仪器 将它砸阔 再拉出来 这件事你七至八九岁 已经要开始做 要做多久 如果问题不严重的快则几个月 即是像粘牙一样 它不是粘着每一只牙齿 它是有一个像蜘蛛架 我们叫矿工器 矿阔的牙齿 我们安装上去后 就会有把铰匙 令矿工器 让它扩大 然后再拉出来 要经常看见你们 即是做了这个矿工器 家长做到 但我们做了给它之后 定期一两个月来复呈一次 就看矿工器 即是说它缩了 我们可以将拉分 但这件事一定要在 你十三四岁已经水尾 即是青春期就最好 最好是十岁之前 即是女小朋友来月市 或者男生生猴屈前 要开始搞 但如果你是下巴逻转 生很长 基本上你无论做什么都好 你都无法阻止它生长 你唯有等到它二十二三岁 停下 下巴不要继续生 但这些咬牙有没有用 可以吗 比如我们下巴 如果下巴骨生得很长 其实你想像一下 我无论牙牙如何移动 其实下巴也是在前面 我们可能把牙齿排得好看 但如果你是很严重度及很多的案件 基本上你缩牙是缩不到进去 但既然如此欲紧 要把这件事说给大家 即是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是的 因为很多人来到我们发现 十多岁 十六七岁来到 有个上岳已经无法 会影响面形 但可能他小时候肯来 我们拉一拉 扩一扩 他臉有很多 鼻塞的问题也可以改善到 比如说十二三岁之前 如果做了这个 其实是一劳永逸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而且是 会漂亮些 大概多久 即是做到那个矿工压 正常来说 三个月或半年 要至少六至九个月 对 没错 不酷的话 将来一来咬合有问题 所以真的要做矿症 这位K-A-I-T-A-N-T 要提提你的戴着小朋友 Elsa说 她妈妈上下牌都做了假牙 但做完之后牙齿合起来 便会觉得痛 不能够咀嚼食物 那是否正常 很明显有个痛字 已经不正常 咬了都痛 那怎样吃东西 所以要去查查 有几个原因 一是可能假牙不适合位 即是根本耽住肉 又或者正如有些针牙都有问题 很可能 我想通常我们的baseline 最起码我们的假牙 要放入口 不痛 合得来咬到食物 那怎样说呢? 你有什么意见给她? 这些一定要重新证过 再看一次 再重新证过 要重新证过 起码去看一看 查清楚为何会痛 痛了多久 如果真的痛 也不要等 是的 因为每一天痛 无论是正牙或牙肉 你损了 每天都损损 这不是办法 每天都吃不到东西 会影响健康 所以Elsa快点带妈妈去看多一次 好了 我想说刚才关于直牙 或者有一种是活动式的假牙 是否差不多 差很远的 不同的 比如直牙 我们刚才说过是螺丝 双入骨头双痙 活动假牙 以前看搞笑片 例如说是牙蝕飞出来的 现在都有 有些人可能没有一两只牙 有些人没有牙 一旁都没有了 那就要活动假牙 就是活动假牙 那些活动假牙 我们经常说增牙食饭100分 直牙可能有90多 活动假牙食饭 我自己认为只有30-40分 那些活动假牙 就是咬 没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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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有力 为什么 就是基于很多东西 年龄 身体健康状况 没有多少只牙 没有一只牙 没有一只牙 你年轻 你不会戴白假牙 但是如果你是同样的情况 但是你80岁 你不想做手术 那就带活动假牙 所以它也有应该适用的人群 不是一定是差的 刚才有提及植牙 其实可能是植了 尤其是入面那些 就算不是植牙 那些都很难清 做了植牙之后就当做到 他应该注意如何清洁 植牙的清洁 其实理论上是和普通牙一样的 其实清洁和护里尼一样 照样子每天牙刷一刷牙 也是用牙线牙缝擦去清洁 但是要把它设计到很容易清洁 其实是医生的责任 对不对 就是医生设计好 放在一个适合的位置 方便到你吃东西 之外你是要清洁得到 他不是只打一支螺丝进去就算好 那一部分应该是医生的责任 但是有些东西可以特别去catering护里 是什么呢? 他有一样东西要留意 就是他不懂得痛 很多时候 例如你牙痛 很酸很鼻 例如你会去看医生牙救命 但是植牙很多时候发炎 他的牙骨就算没有了一半 即牙又实正又不痛 你都不知道 那怎样呢? 即是说在这个护理商里面 除了日常护理 我们说是年度复诊 你可能是要考虑每年要照照X光 但譬如你一旁都是真牙的 你去到坐下洗衣牙复诊 你未必会肯照照X光 但如果你有些直牙的 有些假牙的 医生的角度都会建议你 你很沼沼去查一下 就像你去西医Body Check 你都沼沼看看 裡面有没有 即是只看你 是看不出来的 好了 又说到我们这年纪 这些老人开始脱牙了 脱牙? 还是 年纪大 当然是这样 脱头发 也有些东西 脱牙在老人家 你觉得是严重 是正常 应该用什么角度去看? 这件事我们牙科界都有很多谈论 是否每个人都应该有28只牙? 有一个研究者做过 他很有名提出了一个概念 我们叫Shortened Dental Arch 即是发现原来他的结论是 65岁打后 我们只需要10坨咬到的牙 即是上下计算一坨 就足够了 不需要那么多只牙 其实我们现在上下是多少只牙? 上下加上是28只牙 计算是14只牙 14只牙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否每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 是否全世界没有了一只牙都不要弄它呢? 每个案子有些不同 比如你70岁 用蛋糕走得走得 你只没有了一只门牙 那你需要弄它吗? 当然要了 当然要了 即是牙齿除了吃东西之外 就看下均衡其他功能 可能你的说话 你的移用 甚至乎心理 有些人觉得没有了一只牙 可能我才35岁 没有了一只 我很不开心 这也是健康的一部分 医生都要去衡量看它 但老人家脱牙 第二件事都要知道 原来已经有研究说 我们越多牙吃东西 我们会减少我们患有老人症癌症的机会 即是因为咀嚼 是的 有个feedback 所以我经常都说 如果是个人能够得到 不论经济上、身体上 而又敢接受治疗 那做得的都建议剩下 但当然没有做到的 有些情况下 吃东西要咀嚼这件事 是一个当头棒磕 你突然说到我 就是饭档汤 倒下去咬都不咬的人 所以很害怕 真的会 是其中一个因素 即是不咀嚼 是的 已经证实了 是的 好的 今天谢谢陈浩然医生 我们的牙科专科医生 帮李先生解答了 亦有很多留言 也有这个解答了 对于牙齿 其实也是很多问题 我等人停机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 要问一下陈浩然医生 接触电话 跟你想找的医生 都可以 因为这个节目叫 《问问Doctor Who》 喜欢这片段 分享出去的 订阅健康弹 按小铃 加入我们的apps 今天谢谢陈浩然医生 好吗 健康展主办 信兴集团呈献 娜姐汪明全演唱会 2024 11月23-24 涂陷香港体育馆 票价1280 580 还票现已公开发售 新宗事情